头条首先带你来关注到的是 有内地公港机制是被验出了带有HGN9病毒之后 香港政府扑杀有关批次的家禽 并且也是停止活机供应21天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今年的农历新年没有活机来应结 由石环合余护署组成的约50名工作人员 全副武装 戴上口罩 面罩和手套 分批到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 展开扑杀工作 工作人员将家禽放进绿色的垃圾桶 之后拨上喉管 注入二氧化碳 将家禽闷死 再将尸体放进黑色的垃圾胶带 当局会先在批发市场的B区 扑杀11000只来自内地的杂禽 当中包括6000只活鸡 以及2900只乌鸡等 家禽的尸体 最后会气质到将军澳堆填区 当局在B区扑杀完之后呢 就会到一条马路之隔的A区 继续扑杀剩下的1万多只活鸡 那预料整个过程需要12个小时 有家禽批发商说自己有100多只鸡被当局销毁 损失只是几千块不算多 不过未来21天都不能出售活鸡 令他收入大减 也有业界人士批评 政府的检测安排失策 事实说在安排这个做法上是有些可以说是失策 当时这个隔离区都是放在我们长沙湾这个入口处那里 因为按照世卫规定就一定要三公里的隔离区 那么在这个长沙湾里面隔离呢 事实就是起不了作用 按照现在这样 业界建议政府在文景渡关口 帮进口机检测之后 另一地方存放活机等待检测结果 以免波及本地健康的机 政府周一晚上确认 有来自佛山的公港乌鸡 复检后对HTN9病毒呈阳性反应 当局续销毁同一批次的家禽 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 也需要关闭21天清洁消毒 期间没有活家禽供应 也就是说这个新年 市民没有新鲜的活鸡吃 只能吃冰鲜鸡了 亚太第一卫视 刘正慧 旅人清 香港报道